就是有一次我们去 也是去看电影 我去找他嘛 去他学校 每次都是女生去找男生 就讲了这么多 全是女生找男生 来 你接着说 有一次去找他 看电影去 完了就他拉着 我在路上走嘛 有小石头呀啥的 完了我就不小心 把脚给磕了 疼得不行 想让他安慰安慰我们 结果人家直接来一句 你走路不长眼睛啊 本来就是 每个人那么大个路 你不走 你非得我石头上磕 那这也怪我 这次咬你了吗 咬啊 不得跑啊 他现在一发火 我就怕了不行 行 听明白了 前面讲的 其实都是情侣之间的 那种情趣上的小事 对吧 有点不解风情 对 对 就觉得挺直的 男人和女人 有时候就是那么四维差 咱们说说你说的吧 你为什么说她是个妈呀 我刚才听的这些 可妈都做不出来 你知道吗 她什么事都管我 我也不是说就是 一直去玩游戏 我是平常课上完了 有点空闲时间 和朋友一起去玩一玩 因为我感觉 和朋友玩游戏挺开心的嘛 但是她就是 就特别烦感我玩游戏 这游戏咱就不说了嘛 她还管你什么呀 不让我和就是 同龄的一些异性聊天 啥意思 就上次有一个学习上的问题嘛 我说请教一下我们班人 成绩特别好的那同学 我问完人家事之后 怕她看见我 或者人家别人聊天生气嘛 我就把聊天记录给删掉了 不知道她怎么还是知道了 然后她就说 我心里有鬼才删的聊天记录 正常人微信聊个天 谁会删聊天记录呀 你聊个学习你还把聊天记录给删了 你说我呢 我不多想吗 你要心里没鬼的话 你想聊天记录干啥呀 我就是觉得她太敏感了嘛 她每次见我 第一件事就是翻手机 就看一看 我和谁聊天都聊啥了 每次见面第一件事 翻半个小时手机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想 那我平时跟你聊天 你也啥也不跟我说嘛 平时也有事打游戏去 那完了我不得看你手机 就了解了解她吗 就平常你在异地的时候 你觉得她跟你的沟通太少了 对 所以你看手机 实际是一个了解她的方式 对 是这意思吧 那现在还好吧 因为异地嘛 没有安全 你不是马上毕业了吗 我现在就有大四考研嘛 然后我就想到去考她那个城市 因为三年异地了嘛 不想再异地了 然后我就想考她那个学校 我说这以后也有一些照应啊啥的 但是她现在一直打游戏 我就觉得她特别不上进 我就不知道该不该继续 可是她刚才一上来 她可说她自己有规划的呀 她是觉得她现在大二 用她的原话说学也比较紧 对吧 对 我现在课比较多嘛 她想大三开始去奔未来 是这意思吧 对 但是 因为我是从大二过来的嘛 如果你当成大四再准备的话 我是觉得有点晚 所以我又给她建议就是说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 就是为以后积累一些经验呀啥的 但是人家就不听 我是感觉她现在大四嘛 我才大二 毕竟不在一个节奏上 我就是觉得你不应该用你的那些 节奏去要求我 我现在大二 我只是想享受一下 我正常的大学生活 我去玩个游戏 你就是不让啊 但是我觉得你对我们的未来 就没有一点规划 你只是在想你自己怎么样 你也不想我现在已经大四 我以后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她跟你结束了异地 真的考到你们学校了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你是期待那个日子到来呢 还是觉得 哎呀妈呀 终于管我的人出现在我的眼前 还有点有点烦 有点害怕呢 是哪种心态 害怕 害怕 还不是期待 你害怕是因为说 我害怕有人管我 我没那么自由了 还是害怕说怕被咬 都有 都有 小伙子非常坦诚地 把她真实的这个心态说出来了 姑娘觉得有点小危险 你现在是已经考虑到未来了 对不对 要到她那个城市去读书 上她的学校 也希望她能够努力 然后你们共同规划一个未来 对 所以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是这样 男生是觉得 好烦是吧 我自己有规划 你老管我干嘛 对 好 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好 好 好